五大心理学派及其核心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 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主张将心理学 研究对象限制在可以观察到的行为上 并认为人类行为是环境刺激对行为反应的产物 核心理念是学习理论 其人类的行为是经验和外部刺激塑造的 二、认知心理学派 认知心理学派主张心理学 研究应该关注人类的思考 记忆学习和语言等内部心理过程 核心理念是认知处理 其人类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受到认知处理的影响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派 人本主义心理学派主张心理学 研究应该关注人类的主观体验 自我实现和自由意志等内在特性 核心理念是人的自我实现 即每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最高潜力的内在动力 四、心理动力学派 心理动力学派主张人类行为是 受到潜意识和童年经验的影响 核心理念是心理动力学及心理学研究潜意识 和情感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五、生物心理学派 生物心理学派主张心理学研究应该关 注神经和生理方面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核心理念是生物学基础 即人类行为是基于生物学因素的 治世卜主学系纜外经生 5、4、3、7、3、3、3、13、izer